不曉得從哪一年開始 走到哪都是K-POP音樂 然後J-POP其實你少之又少可以聽到 嗨 又到我們TEEPER推播時間 我是Demi 跟大家聊聊 其實在迷K-POP之前 你們應該也都是在跟我們一樣迷J-POP吧 日韓音樂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亞洲國家 重要的音樂流行指標之一 不過近幾年有人說 K-POP崛起 J-POP沒落 但是 J-POP是真的沒落了嗎 還是他們另外有策略呢 如果你們也喜歡可以拍玩音樂 偶像 戲劇 傳達及美妝 歡迎到右下角訂閱我們 並開啟小鈴鐺 最後別忘記追蹤我們推一波IG及臉書社團唷 你應該跟我要曾經也是哈日迷法 像是阿拉西啊 山下志久 禁忌小子等 你有對不對 我那時候蠻喜歡卡頓的啊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刺激很帥 刺激很帥 今天我們這集呢要來聊聊 韓國跟日本 從偶像團體的音樂角度來分析 但不包含他們所有的音樂類型喔 韓國偶像是重視實力及表演 他們要有基本的唱跳能力 也之所以K-POP都會經過完善嚴格的練習生訓練 有足夠的實力才能出道 像是K-POP現今推出的女團啊 風格就非常的多元化 有性感啊 Girl Crush啊 或者是清純這種等等的各種風格 那他們也會要求他們的表演必須要完美舞缺 對於舞台上的表現都是非常的要求的 那日本偶像呢 卻完全不一樣喔 在日本女團 他們更在意的是清純感 比起把舞跳好和歌唱好這件事情 可愛會撒嬌 及如何讓粉絲感到更幸福的是日本女團更重視的事情 因為日本偶像他們在乎的是 與觀眾零距離這件事 所以就算你不是很會唱歌跳舞 你還是可以在日本擁有超高的人氣 最有趣的是在日本出道 他們其實喜歡跟粉絲們一起見證這個 成長的過程 就那種出道成長史 所以其實在日本偶像他們可能被選上 沒有幾個月他們就會推出了 就是直接出道 即便他沒有什麼實力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 這就是兩者之間非常大不同不同的差異性 其實在這兩者的差異性下 你們從女團選就節目當中 就可以看得出來實力上的落差 日本的差異性下距離這件事 不是很重要嗎? 如果要跟女團結合起來 愛嬌的方法是日本人的 啊,那是文化的差異 不過其實在日本啊 就是如果實力超好直接體現在音樂上面的話 他們會稱他們為藝術家或者是音樂人 那當然還是有一些偶像有具備這些實力的 兩方粉絲黏著角度不同 策略也不同 在韓國比較像是他們用偶像的顏值 然後舞蹈在舞台上的表現等等 去創造出讓粉絲對他有那種崇拜之情 可是在日本呢 他們是喜歡看著偶像從0到100這個成長的過程 透過一些握手會啊 簽名會啊 讓粉絲們覺得我們兩個很像朋友一樣 那種零距離感 所以這邊也不能說 JPOP的偶像是完全沒有實力的 因為畢竟他們所參考的基準是與KPOP完全不一樣的 前面我們說到兩國的民情不一樣 他們對於流行音樂的操作也是完全策略不同的 像是韓國 他們其實一直很積極的在對全世界打開知名度 像是你們熟知的M Countdown媽媽舞台 他們都辦在很多不同的國家 從這個圖表當中你可以看到 在2009年前 JPOP會在YouTube搜尋的比例是 去領先KPOP的 不過在2009年的8月開始 KPOP的指數逐漸超越JPOP 甚至持續大幅的提升 而JPOP在世界的搜尋量至今 一直維持差不多的狀態 甚至有一點點下滑的趨勢 2009年有一首超紅的歌 你們記得嗎 就是老少年的 Sorry Sorry 他當時一推出真的是 風靡全世界 開始拉開了 JPOP與KPOP之間的那個數據距離 這樣子 對 對 不過日本國內的聽眾 還是非常喜歡自家的 JPOP音樂 從下列日本國內 YouTube搜尋表當中 你就可以看到 一直以來 KPOP都是低於JPOP的 但在2010年的時候 KPOP突然成長 與JPOP的指數不相上下 直到2017年時才又拉開了距離 對於世界聽眾的口味 目前看起來是更偏向KPOP 不過JPOP其實在自己本國內 還是相當的有影響力喔 日本近幾年也推出了不少男團 像是由選秀節目 Produce 101 Japan 出來的男團JO1 結合嘻哈曲風的男團 The Rampage JPOP的音樂風格啊 其實在近幾年 非常的多樣化 去搜尋他們的偶像團體等等 你會發現他們的音樂 MV 質量其實都不差KPOP 那為何在世界的知名度 還是趕不上KPOP呢 日本是一個非常大的音樂市場 像是非常知名的演唱會啊 或者是音樂季 他們都有在辦 而在KPOP的團體當中 你們也可以看到一些日本籍的成員 像是Twice的 MOMO啊 SANA啊 MINA也都是日本籍的 也之所以這樣 他們沒有在國際化上面 有太大幅度的動作 因為他們光自己國家的粉絲就足夠啦 所以你們說 JPOP落伍嗎? 說實話在日本人眼裡或許不是 但這真的就是見仁見智了 在國外的一篇文章中 看到我逼著講了關於 KPOP贏JPOP的一些觀點 我覺得蠻有趣的 來跟大家聊聊看 一 沒有針對國際受動族群 他認為整個日本音樂 幾乎沒有國際的投資 像是AKB48的民生局限於亞洲 音樂也沒有辦法揚民國際 遠被KPOP超越 第二個 JPOP不適應新時代來臨 許多團體都相同的行銷風格 導致JPOP失去的神秘 曾經特別的東西 現在變成每個人都一樣 比如說以前AKB48 他們都會透過演出啊 或者是握手會跟粉絲們 創造那種零距離 每一個團都做一樣的手法 沒有什麼特別性 他還有說到 上YouTube搜尋JPOP的曲風 他覺得都很類似 沒有跟上世界其他地方的製作與創作 可以看得出來 KPOP真的是 現在流行什麼 很快 他們抓現在流行的那個敏銳度很強 第三個 過於可愛的風格令外國人不解 他無法認同是在JPOP當中 有一些過於可愛的元素 像是這支MV當中 他不曉得為什麼要咬著吐司在路上跑 覺得很不能理解 覺得穿著都很奇怪 為什麼女孩們總是被描述成可愛年輕的樣子 其實這邊我研究出來 就有一部分的外國人 他們不太理解日本的二次元文化 就是像我在看動漫啊 聽那些音樂玩電玩的人 其實就知道卡通的東西結合在一起的這種風格 其實在日本是非常非常盛行的 第四個 粉絲非常忠心且孤立 這一套的音樂產業專為日本人服務 他們的粉絲也非常忠心於自己的偶像 甚至除了自己的偶像外 其他團的音樂他們是聽都沒聽過 第五點西方觀眾無法接受 日本以堅持自我的音樂為名 在YouTube上的歌曲經常被刪除或是受版權保護 沒有歌詞影片沒有翻譯 有時沒有封面等 讓外國粉絲無法真正的了解J-POP音樂 關於這篇文章的全文 他其實講的東西更細更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看的話 我們也把連結附上給大家 其實以上看完我會覺得 J-POP有一種就是 你想來聽我音樂你就來 你不想來聽我音樂 I don't care 的那種感覺 誰在乎 誰在乎 J-POP我們撇開偶像團體 我個人覺得他們最強的是樂團 彎OKRock 然後中道美加 日落天光 以前都是我超愛愛的爆炸那種 I fucking love you 好啦 我們來總結一下今天的主題 K-POP之所以在世界有一席之地的地位 完全是贏在他們國際化的推廣 以及曲風非常多便起的新潮 那J-POP呢對我來說 其實很像是一個武功高強的內人 你深入了解他的文化素養之後 你才可以真的理解到他們音樂有多厲害 就這樣台灣的音樂也是需要 去挖掘之後才會發現 哇 這麼多厲害的人欠缺一個曝光欸 如果我們台灣遊行音樂可以做得更好更大 這真的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我們今天做的這一支呢 是想要讓大家更了解K-POP和J-POP之間的差異性 也歡迎更多朋友 就是你們有很棒的想法或是看法 也跟我們一起討論分享唷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怎麼辦 一聊完今天就很想 回家聽一下我們當初很喜歡的歌 像是那個 橘子新樂園 還有平井堅啊 哇 少年少女 還有平井堅啊 哇 少年少年有看 當然有看啊 還有那個大總愛 大總愛一定要聽的啊 兵棋部 聖田來位啊 日本R&B其實以前是非常厲害 到現在還是很厲害 他們現在還是很厲害 說實話 其實只是因為 我覺得只是在團體上面跟K-POP相比 是不太一樣 但老實說 我們剛剛提的那些都還是很厲害 現在日本第一名 男團還是那個阿欣 就是還是在 但是我 其實我自己 這我沒有要怎麼樣 但我只是真的很想跟你說 就是很想跟大家問 你不是覺得日本人的 言 偶像言 對 就是 你會不會有時候會覺得 蛤 蛤 這裡我要幫日本人說一下 就是 老實說 因為 他們眼中 的帥哥是那個樣子 那是因為我們喜歡的 我們已經被韓國的 對 我們已經被養壞了 就是大家喜歡看的風格已經變成這樣 可是 對日本人來說 他們當地流行的 還是那個風格 還是那種頭髮長長的 然後 你知道 就是日系 就是 就是你一看到日系 然後眉毛還是會畫這種 就是尖尖的 對 然後還是會有一點 鬚鬚啊 四次的那種 對 還是有 然後像你看日劇 還是有那種 瀏海啊 他們還是流行啊 可可以嗎 沒有 可是那真的不是我的菜 你說日系哪不是你的菜 現在不是 以前 以前很喜歡 剩下自久就是瀏海 可是他現在還是啊 他現在還是很帥 他現在還是很帥 他是真的帥 他是OK 也可以 也可以是韓國出道的 日本帥 對對對 他是真的帥 沒有話講啊 像刺青人一樣 對阿 刺青人還是很帥 我跟你講我超喜歡小麗巡 我們剛剛沒有提到 但是因為他不是歌手 所以我們剛剛沒有聊到這份 小麗巡 小麗巡就是我認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他越大越帥 對 他結婚後真的還是帥 他以前還是那種 他有一點 陰柔然後神秘的那種性感的氣質 他很帥 而且他有一點 他是單眼皮喔記得 好像是 就是他有那個man感 我覺得 日本人有時候 對我來說吸引力 沒那麼強烈 是因為他們偏美多一點 你管是超愛J-pop的人 蘋果 蘋果是日本來的吧 沒有 他原本不是 他是 真的假的 瑞 忘記他是哪一個國家了 他不是日本的 不是 他不是日本 他是最後 因為那個原本那個 作者過世 然後被日本 的一個畫家 繼續畫的 喔 瑞士 對瑞士 他原本是瑞士 然後因為那個 那個作者他過世 然後他的 他有一個好朋友 這是日本人 然後呢他就是 欸我這樣就講出來了 大家去看啦 不要在那邊 那哈姆太陽是日本的吧 是 好可愛啊 哈姆太陽 還有那個啊 魔法迷路迷路 是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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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都會 你都在看欸 你真的會欸 那個呢 那個庫洛魔法師 也是日本的吧 是啊 悠有白書 是 亂馬二分之一 我沒看亂馬 你沒有看 沒有 愛人說得很恐怖啊 對不起